大家好,我是蓝了 我要用微波炉做鸡蛋羹 我家鸡蛋羹飞不辣 飞给我干账 搞微波炉箭的哪都是 给他看看 是箭的哪都是吗 给他打散 我看人家做吧,还过滤 我不过滤 做鸡蛋羹谁还过滤 我就给他打散了 然后给他放点盐 做鸡蛋羹一定要放盐 别放多,放一点点盐 好了吧 然后再放点水 温水 水 水是不少点 就这边吧 再盖上保鲜膜 给他盖上保鲜膜 我第一次用微波炉 做鸡蛋羹,来试一下 微波炉老运拍热菜热饭 我要用饭来 以后我用饭来做菜 做好吃的 然后拿牙筹拌一下 拌一秒 行了,就这样 开始 下面 把鸡蛋羹放到微波炉里 微波炉大火三分钟 然后再中火两分钟 然后再停两分钟 在一个网里放点水饺 都放进去吧 然后再放点开水 放左拧99度 把锁开开 再一按 就可以了 然后跟刚才一样 好 裹上保鲜膜 跟刚才一样 然后给它拿出去 看看一会儿 看看什么样子 然后再把水饺 然后再把水饺 搁进去 放进去 高火 高火 三分钟 开始 我们看一下鸡蛋羹 没关系 然后给它切一下 水可能放少了 不影响吃 然后放点生抽 放点香油 放点葱花 太棒了 再放点葱 我喜欢吃葱 好了 好了 早上起来 一共用了三四分钟 就能吃上了鸡蛋羹 尝尝 看看 还能做蛋糕呢 看下面都好 那我再张哥留一包 给你们看看 微波炉做的蛋糕 做的鸡蛋羹 看 看看这里边 别看它外边不好看 但是它里边熟辣 看看 好不好 哈哈 三分钟 水饺 熟了 香着呢 哎呦 好香啊 放点葱花 放点生抽 再放点香油 再放点鸡椒 好了 再吃咯 三分钟搞定 嗯 好好吃 给你来点 拿你那盘来 真香 真好吃 香脆 够了吗 够 再给你一碗汤 完了 还能做菜呢 吃药 谢谢 你有没有